同学们好,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核算,我们上节课是谈到 如果说投资企业和联赁企业有内部交易 那是要进行消除的,如果是未实现利润 要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来进行消除 那这个消除呢,一定是说不构成业务的 构成业务的情况,那应该是全额确认损益 那下面就说不构成业务的 投资企业和联赁企业之间 涉及到内部交易,那未实现的利润要消除 当然未实现利润以后实现了,也要进行调整 对于内部交易 有的是逆流的交易,有的是顺流的交易 别管逆流顺流,整体不存在的东西要消除 当然我们教材上逆流顺流 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的 就是说如果是投资写优子公司 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说合并报表上还要相应的进行调整 怎么去做 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先说逆流交易 逆流交易是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 把它的资产出售给投资企业 那这一部分损益 是在联营企业的账上 体验到联营企业的报表上 当然把投资企业联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 这部分损益不认 实际上你要站在投资企业这个角度 它的资产入账的数是高了 是含有一个未实现利润的问题 比如80万买100万 投资企业全部结村有未实现的利润 是20万 那它在存货的价值里面也会体现这一部分 但是如果说投资企业由子公司需要编织合并报表的 那这一部分资产价值里面的东西要消除 比如说还在存货里面 但是合并报表里 我们存货里多的东西要给它消除掉 那后面大家也会看到 而个别报表在进行会计复理时真正消除未实现的东西 它都通过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来做 因此在合并报表上就会有调整的问题 下面我们以教材的例十一给大家来进行说明 说明个别报表合并报表分别都怎么去做 这一部分呢 我讲解时尽量的慢一点 那当然大家也是要注意听 否则有些东西理解不上去就会感觉很难 那例十一 假企业于2017年1月取得乙公司20%有表究权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假定假企业取得该项投资时 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相同 那也就是说我们后面在对净利润调整的时候 不用去考虑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那我们前面谈到了对被投资单位净利润调整时 政策不一致期间不一致要调 这个体力肯定是回避的 我说主观体力肯定是回避的 你只要知道概念就行了 再有就是投资时点被投资单位资产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那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是不同的 要进行调整 我们这个体把它给回避了 只是说后面发生内部交易怎么办 好了接下来就内部交易的事情 207年8月 以公司将其成本为600万元的某商品 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假企业 这是说600万的价格卖了1000万 假企业将取得的商品作为存货 至207年资产负债表示 假企业仍未对外出售该存货 全部都结存了 那你要是把假企业和乙公司作为一个整体 根本就没有利润的事 只是存货由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存货一个地方600万减少 另外一个地方600万增加 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但是由于乙的这一边 他把存货卖给假 他是确认收入 截赚以出上面成本的 而假取得存货 入账的数字也不是611000 就多了一些东西 那要有消除的问题 接下来说 以公司207年实现净利润是3200万 那我们也知道 以207年实现利润3200万里面 他是含有向假出售商品的400万 600万卖1000 如果不认的话 当然他的利润没有那么多 假定不考虑所得的因素 我们看教材 假企业在按照权益法确认 应享有乙公司207年净损一时 应进行以下账务处理 那真正的 要把内部交易的 未实现利润消除 以的那边的利润数 只是剩了2800万 所以他说 用2800万乘以20%来算 借长期股价投资 随意调整 带投资收益560万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因为那个400万是未实现的 相当于是3200万 只是说3200万 要减去有一个400万 形成的是这个2800万 那400万是未实现的 我说把这个分路可以分解为 分解的目的啊 就是要让大家清楚 真正未实现损一的消除 是通过投资收益 长期股价投资损移调整来核算的 怎么消除法 也能够看到 第一笔分路 我们没有考虑内部交易情况之下 投资收益是多少 那就是被投资单位实现 净利润3200万 因为也没有涉及到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差额调整的问题 3200万乘以20%是640万 那借方长期股价投资 只以调整代投资收益640万 那看一下 第一年 未实现利润的消除 未实现利润一共400万 600万卖1000万 400万乘以20%是80万 消除是当然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所以借投资收益80 带长期股价投资 随意调整80 对于内部交易 别管是什么样的资产的转让 固定资产的存货 无形资产 不管什么 未实现利润的消除 那投资企业都是通过投资收益 长期股价投资来核算 你要为实现利润不认 减少利润 当然减少投资收益 长期股价投资 所以是这样的分路 借投资收益 带方长期股价投资 一条到80 这是个别报表上内部交易消除的事情 我说它的目的 主要是讲解合并报表上如何进行调整 那你首先先清楚个别报表内部交易消除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这个东西 合并报表上我们需要什么 你这样才能知道如何调整 那否则不知道咋回事 这是内部交易消除 未实现利润 借投资收益带长期股价投资 因为有未实现利润400万 消除是常以持股比例20% 消除是80万 我们教材上讲 进行上述处理后 说投资企业有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 那有子公司编合并报表 没有子公司不编合并报表 然后讲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那应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体现在投资企业持有存货的账面价值当中 因为你合并报表是投资企业 他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纳入合并报表 而投资企业跟联营企业真正在投资企业那一边多的是存货 因为他存货中上价值高了 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消除掉 所以代方要代存货 这个存货呢就是80万吧 也是600万卖了1000万有未实现的400万 乘以投资持股比例 那么代存货80 借方的是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80 其实你简单也可以看到 因为个别报表上当时消除的是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这个资产 而真正的 在投资企业的报表上多的东西是存货 不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代存货80 那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看这个过程 然后最终你知道一个结论 就真正在合并报表怎么调 一定要注意 联营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盈进入到合并报表吗 没有 一定没有 你看我的手摆了 我们对联营企业是重大影响或者是共同控制 与合并报表有什么关系 是投资企业由子公司 投资企业和子公司编合并报表 那现在讲的是 联营企业对向内部交易的业务 影响到了投资企业的报表了 影响投资企业 那当然你看他的账印和他的报表 他说这项业务在投资企业合并报表上 应该怎么反应 那我们才调 所以真正要调整的什么项目 你不用去想联营企业 他都没进入报表里面来 就想的是投资企业要调他的资产呢 还是调损益 那我们的逆流交易 要调的是他的资产 存货吗 好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分析的过程 我们的题目假起因 持有乙公司啊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对乙公司是有重大影响的 乙公司是把六百万的商品卖了 既然卖了一千万 那你看 在乙的这一边 六百万卖一千万 他会确认营业收入 我们说报表项目 报表是怎么调 报表调的时候 要用项目 学到合并报表时 大家会看得很清楚 我们所做的分录是报表项目 就是合并报表上要做的 分录都用报表项目 不是会计科目 那这里面呢 就是报表项目 叫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一千 六百万卖一千万 截专以后上面成本 反映到主营业务成本的是六百 利润表上是营业成本 我说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那还真得 学学非常基础的知识 就是你要知道 利润表的营业成本是什么 然后说营业收入反映什么 我们核算时的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到利润表上是营业收入项目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到利润表上是营业成本项目去反映 然后呢 会看到你的这边存货 卖了没了 减少六百万 报表叫存货项目 那你的科目 可能会涉及到很多 都影响存货项目 困存商品的原材料 生产成本的有很多很多 那现在存货减少六百 但是我们会看到 甲的这边 在它的报表上 存货是按照一千来记的 你要把甲根椅 作为一个整体 那存货入账的数据多了 是一千呢 那六百才对 六百 六百 万一千 我不认这个东西啊 所以如果真的要是 母子公司的话 我们要编 抵消分路是什么呢 会把营业收入 一千都抵掉 营业成本六百抵了 存货 会抵消的是四百 但是 不是母子公司 投资企业只拥有 被投资企业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所以在进行抵消时 要乘以持股比例抵消 那营业收入就应该 一千乘以百分之二十 二百 营业成本的六百 乘以百分之二十一百二 存货八十吗 实际上就四百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 八十 这是真正抵消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这么抵 也就是说 这一项内部交易 如果从甲跟乙 作为一个整体 我们应该是这样一种 情况的抵消 但是啊 联营企业的东西 根本不进入到合并报表 甲的合并报表里面 没有 乙公司的资产负债收入费 然后你要关注的是 甲的这一边 他的一些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是进入甲的合并报表的 所以你看这里面真正的多的存货 八十是在随的报表里 多的 那他是在假的报表中 他是多的 而这里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是在这个东西 是在乙的报表 你以的报表东西 根本就没有进入合并报表 那乙的这种损益类型的 甲应该是要用 他的投资收益去代表 投资收益代表 被投资单位进损益的份额 所以这笔抵消 我们在假钥匙有子公司 编合并报表 是需要什么样的结果 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本来是这样的分路 存货 那肯定带存货八十 没有问题 那存货就是假的吗 在假的报表上 他多八十啊 消除八十 借方 那这个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我们要换成投资收益 因为 投资企业对 联营的这一边 投资收益是代表 被投资单位进损益的 我们要换成 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 这一项内部交易 如果假有子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 我们应该在假的 合并报表上 反映的结果是他 注意这是结果 要要这样的结果 你是减少投资收益八十 减少存货八十 那这块能接受吧 我再次说一下 你的东西 没有进入到假的合并报表 但是以跟假的这项业务 就是内部交易 因为影响到假公司的报表了 你看存货多了 把它进入到假的合并报表里去 假跟他的子公司别 那在假的合并报表上 是一个什么结果 是他 本来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是在以的那报表里 那我们要 假这边换成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代表他进水的份额 存货在假这边 那别动了就是他 是什么就反映什么 所以要的结果是借投资收益八十 代存货八十 但是我们注意到了 个别报表上 当时这个内部交易 在假那边是反映不是他 前面不说过吗 那内部交易在个别报表上 是借投资收益八十 代长期股权投资八十 你要是有子公司需要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我们内部交易的抵消 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借投资收益八十 代存货八十 合并报表要这个结果 个别报表反映这个结果 那当然就得调呗 你要把个别报表上的结果 调整到合并报表上 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这就是他的道理 所以说 假公司若有子公司 没有子公司我们不用调 你有子公司了 合并报表调整翻路是什么 你看看 由这个调到这 借投资收益别调了 都是借投资收益 你看这个 这个不要调了 两个一样 我们个别报表上 当时代长期股权投资 不要不代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这是代存货 那自然就是嘛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代存货呗 这不就是我们书上的一个吗 所以这是属于在合并报表上 所做的调整翻路 这一定要明确到 它是合并报表上 做的调整翻路 要干什么 把个别报表上 当时的结果 调到合并报表上 所需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书上就来一个 借房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 带存货八十 因此说 必须明确 是联营企业 向投资企业出售资产 内部交易 说这项业务 影响到了假公司 报表项目数次了 那在假的合并报表上 我们要进行调 那说这项内部交易 合并报表是什么结果 就得调到什么结果 我们合并报表 要求的结果是他 借投资收益 带存货 本来呢 是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但内部交易底下都是他 存货 但是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是在已的报表里面 我们得替换成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代表 被投资代表进损 替换成损 换成假的投资收益 因为假的东西 才进合并报表吗 移的没进来呀 你说我就调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人都没进了 你调人干什么 而我们真正他的净损 你是用投资收益 反映的吗 所以就结果 借投资收益 带存货 有个别报表结果 调到合并报表上的结果 你一看就清楚了 哦 个别报表 带长期股价投资 不是 带存货 那你借长期股价投资 带存货不就行了 所以像逆流交易 你就是关注投资企业的资产 因为他的资产力 有未实现的利润 这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你别管什么存货还是固定资产 还是无形资产 资产里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然后你再常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带这一项资产就借长期五千投资就行了 资产对资产 我们这是存货 那就带存货 我们再看 假定 至2017年12月31日 假企业已对外出售该存货70% 30%形成期末存货 看这种情况 那我们要关注什么问题 那你说存货里还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如果说207年当年 要是假企业把存货都卖了 还有未实现利润吗 没了 都卖了 都实现了 现在卖了70% 那30%部分是未实现利润 所以我们要400乘以30% 结存部分是未实现的 我们前面的例子 如果全部结存 整个400万都是未实现的 现在只是30%结存 那400万的未实现利润 只有30%部分未实现 这个不难吧 所以我说 一定别烦啊 烦在什么地方 说 那前两节课说的什么东西里头 好像是卖掉存货部分 我们才去乘以卖掉部分比例去调啊 这怎么突然又来不卖部分调了呢 两个不一样 如果是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已有存货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不一致 那么这个东西 当然是你卖掉部分调啊 卖掉部分公允价值记得费用 比他的账面价值可能记得费用多要调啊 这个是什么存货呀 不是投资10点被投资单位已有的 是投资之后的内部交易 那内部交易当然第一年一定是没卖部分 是这么个东西啊 你不要他卖掉这件事情 所以调整后的利润 那就是三千二百万 减去四百万乘以百分之三十吗 那等于三零八零 我们用三千零八十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代方代际投资收益 六百一十六万 这就是清除这个东西 没卖部分 没卖部分我们才这样做 那我们看合并报表怎么挑 合并报表上你就看 投资企业这一边的资产 因为影响的就是他的资产 不影响他的损益 资产里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带这项资产 借方就长期股权投资自己调整 那本来嘛 我们内部交易消除的时候 这里面是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自己调整的 你注意 四百乘以百分之三十数 是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 那我们不应该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当时总的未实现利润 我们要消除的 那八十吗 是什么 就是四百万未实现的利润 乘以百分之二十不是八十万吗 但我们现在是什么概念 只是结存百分之三十吗 乘以百分之三十 所以等于这个数 二十四万 带存货二十四万 借房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自己调整二十四万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在207年存货都卖了 假的这边把存货都卖了 合并报表上还有分路吗 你一定要咬脑袋啊 但是点点头 虽然不好 不过对我们的警追反正都有好处 摇头是对的 你都卖了 我就看投资企业这边 资产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卖了都卖了 哪有未实现利润 那就没分路了呗 所以逆流交易合并报表调整时 也不是多么难 你就关注 逆流交易 真正在投资企业这边 报表上是反映到资产 是什么资产 看资产里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然后再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带这项资产借长期股权投资 分一调整 就行 那我们再延伸一下 说假企业至207年末 未出售上述存货 207年没有出售 于208年将上述商品全部出售 都都卖了 208年都卖了 说乙公司在208年实现 净利润是3600万 假定不考虑所得是因素 现在说的是 208年怎么做 上一年没卖的 本年把它给卖了 那说这一部分 怎么去做 上一年未实现的利润 在208年是实现了 你要是存货对外出售了 当然就实现了 那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一个是乙 现在往假的这边出售 假呢 现在往外卖了 对外卖 那这个呢 是当时在207年 那这个说208年 当时存货 六百万到一千万 六百万到一千万 是这样来卖的 二零宝八年假如存货 对外卖了一千一百万 那我们看说真正的利润 当时这是有四百万 当时这是有四百万认为没有实现 而你现在呢 在208年 往外卖时的利润 只是确认了一个一百万 一千 这块吗 只是有一个一百 那不行 而现在大卖了一卖八年 因为原来我们利润没有认 有四百没认 你真正已经都出去了 我现在就要确认 而真正确认这个利润是多少呢 是这个数 五百万 所以要把原来的四百万给加回来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这样的存货 实际上相当于六百 卖了一千一 我要确认的一些利润数呢 那应该是五百 这就是说 上一年未实现的利润 本年卖了 本年就实现了 实现当时把它给加回来了 所以这些东西要背的话 很烦的 哎 怎么这个存货又卖掉部分往上加了 卖掉部分实现了 那全卖了 三千六加四百 之后乘以百分之二十 等于八百万 我们会有借记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八百万 代方代计投资收益八百万 就这样来做 之后说 要是假油子公司需要编合并报表的 合并报表还有分路吗 没了 哪还有啊 我说合并报表上逆流交易 看有没有调整分路 你只关注 逆流交易的资产 在投资企业的 合并报表 还有没有未实现利润 全卖了 没有了 有未实现利润 然后你再用它去乘以 投资方持股比例 把它消除掉 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 要是这个 说百分之三十还结算 四百万乘以百分之三十 这叫还有未实现利润 以乘以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 那全卖了 就没了 没有人就不要去管它了 我们再往下看 若假企业 二零某八年将上述商品 对外出售百分之八十 没全卖 这已公司二零某八年 实现净利润是三千六 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做 当然题目说 都是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个别报表确认多少投资收入 实现的净利润三千六 当然我们的题目是没有考虑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差额调整的问题 完全是内部交易 如果二零某八年全卖了 上一年未实现利润都实现了 我们加四百 那假如也想 二零某八年一点都没卖呢 还是未实现呢 你不用讲 不用管它 卖多少 那上一年未实现利润 本年就实现多少 所以现在卖百分之八十 实现的就是四百万乘以百分之八十呗 我们就加上四百万乘以百分之八十 上一年未实现的利润 本年要实现了 要把它给加回来 然后再去乘以投资方的持股比例 乘以百分之八十七八四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有借方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七百八十四万 带投资收益七百八十四万 接下来 如果假公司 有子公司 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 问合并报表上 有没有调整分路 有没有 有 因为 因为二零某八年底 假公司在他的报表上还有存货没卖 就跟乙的内部交易存货还有一部分没卖 还有百分之二十没卖 那你看 没卖存货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原来总的是四百万吗 六百到一千 百分之二十没卖乘以百分之二十 然后再乘以持股比例 百分之二十 所以说 看 应有百分之二十存货尚未出售 没卖 没卖存货里具有未实现利润 那存货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四百乘以 这不是百分之二十没卖吗 没卖 乘以它 这是你存货里面 在假的报表里存货项目有这么多未实现利润 那别忘了我们还要乘以投资持股比例 这是要在和平报表调整的 金额数呢是十六万 那这个呢 要带存货 未实现利润体验在存货里面 带存货十六万 借方 长期股价投资损计调涨十六万 反正你对应就长期股价投资损计调涨 本来嘛 个别报表上是反映的都是长期股价投资 所调涨的 而我们和平报表角度关注 在投资企业的报表上是什么资产项目多的利润 消除什么 我们带存货 这应说明的是 无论一公司销售给假企业的是何种资产 你什么存货固定资产 那个别报表上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消除 都是反映在长期股价投资中的 合并报表不是 从合并财务报表角度 要消除具体的报表项目 比如消除存货 消除固定资产 消除无形资产 我们这个例子消除的是存货 那是要清楚 所以看这个结论 对于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之间的逆流交易业务 投资方在合并报表中调整分路 你就知道吧 这是结论 带这个资产 是什么资产 带这个资产 资产是什么 是结存资产中未实现的一部销售利润有多少 这总的是多少 然后别忘了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我们这是存货 如果真的要是一方把它生产产品卖给另一方形成固定资产的 固定资产这一部分 稍稍复杂一点 那你得看 到某一个点上固定资产中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后面讲解的过程中 得在后面会给大家说 要看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 说原价里有多少未实现的 然后扣掉截止到资产负债表日 累计提多少折旧 累计多提的折旧扣除 那叫未实现的 等我后面啊 讲到相关内容时再说 而现在这个资产存货好办 没卖的存货 你看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带存货 那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是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 下面疑难问题解答 其实在前面啊 讲解书上例子的时候 也基本都涉及到了 说是权益法核算不是控制 为什么合并报表中还要进行会计处理 这都一些同学提出来的 说老谈什么合并报表 跟联营企业 他不是控制啊 他怎么还说合并报表 然后再有说 为什么逆流交易合并报表 编制调整翻漏时 要考虑出售的比例 就是你后面结存没结存 你要考虑结存比例 这个东西 那你出售了多少 不出售多少 才能决定到底期末结存多少 那先说第一个 我们要明确 说联营企业报表项目的数字 不会进入投资企业合并报表中 无论什么资产素债收入费用 与投资企业合并报表没关 投资企业真正编报表时是跟子公司或者什么控制的主体 就是严格来讲还有结构化主体等合并 那我们主要一般就是子公司就行了 他如果要是没有子公司 不要谈合并报表编制 那也不存在合并报表上做任何调整翻路 你个别报表爱怎么做怎么做 就结束了 但如果投资企业有子公司 那投资企业跟子公司的报表要合并 投资企业的东西 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支出 即合并报表 要合并 那投资企业跟联营企业的内部交易 就会影响到投资企业报表项目的数字 比如逆流交易我们刚刚见到的吧 它影响到了投资企业存货项目的数字 有未实现利润 那我们后面会看到如果是顺流交易 要是投资企业把自己存货出售给联营企业的 投资企业会有营业收入 会有营业成本 你可影响它了 我们从合并的角度来说 你要影响投资企业的东西 不应该有的就要消除 那说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个别报表上 像第一年未实现利润消除 都是借投资收益代偿你股价投资 但是你从合并的角度 我要消除它具体的东西 我们下节课会谈说是顺流交易 卖出了存货 得消除它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哪有什么营业收入 都是一家的 说它这个东西 所以有调整分路呗 那说逆流交易 一定呢就是要考虑输出比例 当然同时决定呢 节存不复 只有说节存的才有未实现利润的事情 那比如说 联营企业将存货六百万元 出售给投资企业一千万 投资企业当年全都没有卖 未实现利润就四百万 就看投资企业四百万 投资方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 那我就抵消八十万 教材例子就是这样的 我说参见教材例题 如果投资企业当年对外出售百分之六 百分之四十节存 所以真正投资企业存货里未实现的利润数 那就是四百乘以百分之四十节存吗 乘以节存数 一百六 那你按照投资方持股比百分之二十呗 一百六乘以百分之二十 抵消三十二 这就是逆流交易啊 出售的比例那部分你不要再抵了 要看节存部分 就说的这个问题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 是关于逆流交易 个别报表上 合并报表上 投资企业有此公司区别合并报表 怎么处理 那当然我们要清楚 比如说第一年未实现的利润要消除 那等到后续年度 以前未实现的 我们后面实现了 实现部分也要调整 别忘了这个事情 然后说要是投资企业有此公司 需别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报表上怎么调 你就是关注投资企业 影响它报表什么资产项目 说这个资产项目里面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再乘以投资持股比例 代以这个资产 然后借方 长期股价投资企业调整就行了 我图里讲解的过程 希望大家也清楚 做的那个调整分路 实际上是要调整到合并报表上 内部交易的抵消需要的结果 个别报表做的 如何调到合并报表的结果 是那样的调整分路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